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 做回来我是蔡小军 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与民众每天洗洗相关的环境卫生 我们的空气品质以及噪音污染 在环保局的努力下 达到哪些目标与成果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 带大家深入了解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金融市环保局 环境管理科科长张志远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环境管理科科长志远 张科长好 第二位是我们空气及噪音污染科科 管制科科长李坤达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空气噪音管制科长李坤达 李科好 第三位是我们清洁队队长潘佳琪 主持人好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环保局清洁队队长潘佳琪 队长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谢市长 谢国良小爱爸爸 他说之前他走访基层 民众最常跟他反应的 就是环境脏乱的问题 所以他上任后很重视这一项议题 他推出了哪些计划呢 我们一块来看看 在大家居住的大街小巷 其实都很容易看到垃圾 比如说我们在跟基隆的民众 在闲聊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很向往 去日本旅游 去日本观光 让他们感觉到很舒适 比很多国家来说 日本都是大家很喜欢去的一个地点 那一个很主要的理由 就是他很干净 然后很整洁 让去那边的人的玩乐 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 很舒服的一个感受 那我觉得基隆 未来我们要跟日本这样子的 一种先进国家 要来好好的学习 就是要把我们的整个环境 都能够打造的 更干净更整洁 那靠的一定是要跟市民朋友 大家通力来合作 呼应市长干净家园的理念 其实环保局 在针对环境保护的部分 只要任何对基隆的环境保护 有益有加分的部分 站在环保局的立场 我们一定会全力推动 刚刚市长谈了蛮多 针对干净家园 有三点主要的项目 在未来呢 环保局也会针对这些部分 进行内部的研议 在未来的市政会议上 也会再提出具体的方案 我们就来关心 到底有哪些执行确定的方案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队长 来跟大家好好地解析一下 如何打造干净家园 我们刚才从短片上面可以看到市长有决心将基隆打造成像日本一样的干净家园 那我们环保局当然是要配合 那我们清洁队有采纳以下几点重要的措施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收印垃圾是采取垃圾包不落地 但是有很多往往民众就是将为了图自己一时的方便 不是说垃圾车还没有来之前就将垃圾包丢到大街小巷或一些垃圾收集点 或者垃圾车走了之后垃圾包来不及丢 他还是一样丢到垃圾收集点 所以说我们将来我们大概从三月份开始 我们的机查人员还有我们的清洁队员 对各个垃圾的张乱点 我们会采取站点或者垃圾袋破袋检查的一个作为 那如果说破袋检查之后 看见垃圾包里面有一些信封资料 我们一定是不会客气 我们会依照废弃物清理化预告化 尤其特别的是我们以前第一次被抓到的话 是储华新台币一千两百元 但是我们为了展现这次我们的决心 所以我们将这个滑环的额度提高 第一次就是两千四百元 所以说这两千四百元也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我们是没有很辛辛苦苦的赚钱 那如果第二个垃圾包被划两千四百元 所以是很划不来的 那第二个我们的思作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平常清洁队员在环境清理的时候 大街小巷有很多脏乱的死角 比如说一些淹地抽烟的引君子 我们丢水垢里面 或吃槟榔的这些我们好朋友 槟榔渣吐到地上 甚至我们养宠物的主人 常常将宠物带到一些绿地 这个骑楼或人行步道 这个随便大小便等等这些 可能是我们清洁队员在清扫地面以外的时间 我们来不及去做的 所以我们会加强巡检 还有加强我们骑尸队的 不定时不定期的一个 做一个减实的动作 那如果被我们警察人看到的话 可能也是依照会去清理化来做一个作为 那第三点是垃圾桶的设置 我们在仁耐区整个重点地区 我们原来有设置13个垃圾桶 但是我们将来 我们可能会再增加10个垃圾桶 那这些垃圾桶 我们设置的地点 大概就是以庙口 还有仁耐市场周边 为一个重点的地区 为什么呢 那因为就这个地方的 这个游客人潮是最多的 那为了让民众这些他喝饮料的一些 瓶瓶罐罐或塑胶袋 他用完了喝完了吃完了 他这个零星的垃圾有过去处 以维护我们的市场环境干净 所以我们会比较广设垃圾桶 让市民朋友来方便来使用 那第四点就是说我们的垃圾车 垃圾车 我们自己觉得说 最近这一两年来 我们的驾驶人员比较有疏于 管理和清洁我们的垃圾车 但是垃圾车是我们的市民朋友 每天倒垃圾的时候都看得到的 那我们觉得说 如果将垃圾车整理的很干净 可能市民朋友会有感说 我们有决心打造这个干净家园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驾驶同仁 从3月1号开始 我们会严厉的执行垃圾车的干净程度 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仁能够利用这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将垃圾车全部做一个清洗打蜡等等 维护的一些工作 那将来如果超过1月3月1号以后 被我们的执行人员看到 脏的话我们就会扣取 这个我们同仁的一些清洁奖金 但是相对的 如果说车子照顾的很好 我们会增加它的奖金 甚至说我们会在事务会议的时候请市长来颁奖 增加它的荣耀感 那最后一点就是 喀妈丁的一个环境的清洁整顿 我们都知道喀妈丁是整个台湾北部地区最大的鱼货市场 那每天的非常多的鱼饭车 都会到这里来这个购买鱼货 但相对的他们将很多的保利 还有垃圾包随意乱丢 我们环保局在晚上在爱一路有设置一样垃圾车 还有一个保利用收集区 但是这些设置往往还是不能满足很多民众的需求 所以他们会将造成市区的周围 喀妈丁周围的一些环境的一个脏乱 所以我们将来如果说 开始作为以后 后段我们会到喀妈丁做一个环境的一个诊断 所以就是五大象就是要加强巡逻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随便乱丢垃圾 因为小心机查人员就是在你旁边 而且另外我觉得现在的科技执法也很厉害 那个阴眼一遭下去 你是谁查一下其实都出来 所以要特别宣讲不要乱丢垃圾 那谢谢队长跟我们分享了 这五大目标与项目 他们要再执行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 就是在19个县市 环保署在19个县市 划设了45处的空气品质维护区 也就是禁止高污染的车辆及气聚进入 成效还不错 我想要请教我们的李克 在基隆地区目前的情况是如何呢 在环保署是因为管空气的部分 就是在全国划了45个空气品质维护区 那我们基隆化的第一个呢 就在基隆港区 那在基隆港区 我们首先管制是1到3期的一个柴油车 整个管制率呢 也从原本的3层的一个检验合格提升到7层 那当然还有3层的一个车辆 没有去做排气的一个检测的部分 我们也有依法做告发 总共告发在今年度就告发124件 那在今年度呢 我们的空位区的2.0部分也针对港区 无论是船舶排放烟呢 或者是暗电的一个使用部分 我们也把它划入空位区的一个管制 那不是现在才有做管制 其实我们在105年就有在做 相关的一个排烟的 传播排烟的一个管制 那从之前的最高的不合格率 从12%到现在等值降到1% 整个告发的一个件数也有25件 甚至我记得有一个邮轮 首航的当天就被我们做出身 后续半年后我们再追踪它 其实它就改善完了 对然后再追踪的时候 它也改善完了 所以我们的一个基查告发 它显现是它有一个嚇阻的一个效果 让这些船商能够注重 它有没有排放黑烟的情况 那未来我们也会掌握 就是全区别的一个柴油车的一个管制 因为像双北都是这样执行 甚至有一些时空机具的部分 这包含一些其中机 或机械车牌的一个车辆 如果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它纳入在空位区的一个管制上 那最后的一个目标 它就希望116年的时候可以把全市都化为空气品质管制区 然后来管制移动污染源 让民众有更好的一个空气的一个品质 是 所以这样子其实有分了我们的船舶区 还有我们的仲裁友区 那未来在116年也就是4年后 整个基隆都会进入空气品质维护区 那你们在执行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目前的话就是大部分的民众 或者是说业者部分 他可能比较不知道法庭 所以我们会透过大量的一个宣导 让他们知道 当然刚刚讲到我们今年在基隆港部分 他们处分了124件 事实上其实这些处分的监数其实也不算是多 不过我们都有透过基隆港公司 来跟我们这些业者来做宣导 希望说他们进去的一个柴尔车 能够做好相关的一个排验的检测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机械车牌的部分 因为它是交通部在发临时通行证部分 我们这边也跟交通部来做讨论 希望未来它在发证的时候 可以考量一下是不是这些机械车牌的车辆 都能够去做检测 毕竟有时候他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其实民众会有一些澄清的案件 都到环保局 我们希望无论是我们 或者是交通部单位 都能够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希望在路上跑的一个 柴尤车都能够做好排验的一个检测 等于像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检查 确定你的排验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上路 那听说基隆的空气品质一直以来都是全台湾排名算前面的 因为是很多雨的关系吗 空气的品质其实自然的现象 其实降雨的话 其实可以把空气中的一些栗状物 透过雨漱的方式 沉降在地面上 所以对我们的空气品质其实是会有改善的 那特别是像东北气风来的时候 其实通常会有带来境外的污染 通常都是前期的时候会有污染的会比较严重 但是后面的雨就会比较干净 所以也有一个说法 其实在下雨的时候 怕淋到酸雨的时候 那前面的雨不要淋 那后面的雨就会比较干净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 那就是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车辆 不要违规了 这边也补充一下 那其实基隆的那个PM2.5或者是臭氧8小时 其实这几年来都符合国家的空气品质标准 对 那如果明年的臭氧 也就是今年度的臭氧8小时如果再符合的话 我们的那个污染的管制区 就会从3级降到为2级 等于是我们的空气品质就更好 是 所以我们的污染空气品质现在目前是3级 要请大家在臭氧 在臭氧的部分 PM2.5的话基本上就是在2级方式 在2级方式 这是OK的 是 所以我们坐在基隆 还算幸福就是空气品质还有固定的保障 那接下来呢 刚刚我们有说到是游轮 游轮来 那很多游客都会来 那你知道基隆现在要推观光城市 公共厕所这件事情很重要 要先带大家来看 我也在爱一路中镇高架桥下的公共厕所 经过准修后才正式启用 可是却被民众无缘无故的被破坏 我们快来看看 他已经第二次换了 第二次换了 为什么 这个是昨天换了 第二天的时候就换了 就换掉了 然后又换这一组 你看 他就是这样啊 我不知道大家的注资 为什么 才启用不到一周 这间位于基隆市爱一路中镇高架桥下 新颖的公共厕所马桶盖 却疑似遭人为破坏 目睹的清洁队员直批实在没功德心 更离谱的是才短短一周 马桶盖被破坏的情况已经连续发生两次 让管理的健康市环保局方面相当无奈 我们爱一路公厕在上礼拜的时候 做重新翻凶 公民中使用 那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爱一路的公厕就遭两次人为破坏 然后将我们的马桶盖全部拆断 那希望民众来使用公厕的时候 可以好好爱惜我们公厕内所有设备 那两次发生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我们马桶盖 是整个整座被拔起 那我们的门有被踹坏的现象 那我们经过一次维护的时候 那已经把它恢复原状 那隔了大概三天的时候 马桶盖一样又被民众把它踹歪 那一个礼拜内发生两次这种事件 还是真的希望民众可以好好珍惜 我们的设备 两年前就在市议会提案的金融市议员 童主委表示 这间公厕位于知名的卡玛定渔市旁 使用率非常高 好不容易争取经费 并克服法律限制 让厕所内部全面修缮汰换 连洗手台都改为感应式水龙头 没想到却连遭破坏 甚至还有民众直接在洗手台 清洗鞋子跟渔货 他因此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并呼吁大家能爱惜使用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具有国际的观光客 以及外地的游客 很多来我们基隆采买 所以他们要随时维护环境的安全跟干净 所以发现这个被破坏以后 我们觉得说 我们好不容易才有这个经费来争取 突破种种法规的限制 希望市民朋友还是可以爱护这个公物 然后包含我们现在洗水槽 其实都已经符合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时代 我们不用那个我们都是用感应式的水龙头 那我们这几天其实也有发现一些市民朋友 把鞋子拿上来洗 我想这都是道德跟公德性的问题 也希望大家可以 爱护维护我们共同使用的环境 对此除了环保局会每个小时定时打扫注意外 辖区中俄路派出所方面也决定 增涉巡逻箱加强巡视 希望遏止这种恶意破坏的行为继续发生 可以看到就是在卡妈町旁边 这个公厕的使用率真的很高 所以才会发生 刚才有民众居然把鞋子拿起来洗的 这种状况 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张科长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基隆市的公厕目前的状况有多少 是在 谢市长在提出干净家园的这一个政策 除了清洁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之外 我们环境管理科 他也要发挥了他的一个相关功能 所以说我们环境管理科 赶快就来盘点相关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管理工作 那里面的一个公厕的一个管理 就是我们本科很重视的一个 那个主要的一个业务 相关的一个公厕 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从106年到112年 我们逐年的来依照需求 我们将本市的所有的一个公有市场 然后观光景点还有运动场 还有每个各个公务单位 来做一个整修来换新 来改善我们本市的这个公厕 然后提升它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品质 那我们十几年 我们这几年来我们总共补助了我们基隆 183座的一个公厕了 那中央已经给我们的 已经超过了6700多万了 那我们地方的一个配合管也配合了2700多万 将近是1亿元的一个经费 在建设我们基隆市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公厕的一个服务 那现在我们所有的基隆市总共被我们列管了 包括公家跟私人的加油站 或者说一些提供服务的麦当劳 或者说寺庙 那总共有830座 是我们这个所要管辖的这一个优等以上的一个等级的 这个巡检的一个单位 那里面的一个特优 按照环保署来规定 它符合到很多的一个要件才可以达到一个特优等级的一个水准 那我们金融市是达到95%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每天都有 我们都会来督促管理单位要来派员到所有的这个管理 所有的管理的单位管理的厕所 他要去定期的来做一个维护 然后要接受我们环保局的一个督导 那像刚刚我们从画面上看到我们杠子疗 不是我们的一个卡马町的这一个公厕 之前他就是向环保署来申请76万元的一个补助 那好不容易配合到我们地方的一个配合款 好不容易把它更新改造了 其实那一个地方相当于说我们在市区已经是最高级的一个公厕 但是还是让就是比较没有公德心的人 然后去做相关的一个破坏 那后续我们也透过我们警察人员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所谓的劝导 或者说相关的一个破坏告发也有取缔 那目前的一个维管的方 维管的一个后续工作是非常良好的 那每天的一个使用量也很高 我们会持续来督导 让它变成一个品质很好的一个公厕服务的一个地点 那我在这边还是跟市民好朋友来报告 我们112年我们是逐年 今年我们的一个公厕补助 那环保署一样补助我们六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使用修缮的一个经费 那申请的单位目前是有中正的户政事务所的人爱办公室 他们来申请两座 那产业发展处跟税务局他们也各来做这个申请的补助 目前都在四座中 那总工程的一个经费是231万多余 那在2月的时候 我们这个马局长那一上任了 他也很重视这一个公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品质提升 那就带领了我们环保局的一个相关团队 所以就直接到环保署来洽谈一些所谓的公厕的一个经费申请 那我们发现说我们本市的一个亲子厕所 他有某些的一个单位他是还是必须要部署 让我们的这个符合内政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法规 他依照额绍法 然后还有这个内政部的营件署 他有一个公共厕所要亲子厕所的一个灌洗室 要设置的一个设置的办法 我们争取到的这个金融市可以获得到1200多万元 会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提升 增设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尿布台等相关的一个设备 那环保署已经同意了 那相关的一个公文函 昨天已经到了环保局 那我们现在就是会着手来做一个规划 那目前规划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能从市府大楼或者说其他的公务单位 交通长站我们都会来做一个普查 然后来把这一个所谓的1200万的一个公测提升的一个计划 来顺利的把它完成 那环保署同样 那目前也是在洽堂当中 会让我们来增设了两个叫做玉柱型的公测 那所谓的玉柱型公测 要跟大家来报告就是说 它可能就是因为场地的一个限制 比如说在我们庙口 我们庙口目前来讲 它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寸土寸心嘛 那变成说我们可能是要用一个 就是说它在外面的一个工厂先打造好 然后再来做适当地点 然后我们规划在田辽河畔 或者是说其他比较适当的一个地点 来做一个置放 然后来逛我们庙口 很多的游客像现在的游轮准备要开放 那可能在庙口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一个公测 来做一个服务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在庙口这边 寻找一个恰当的地方来做一个安置 那目前还有这个正兵渝港的彩色屋 那个目前的一个人潮也慢慢的 这几年来的发展也很踊跃 就我们的观光人潮也增加了 所以我们在渝港的周边也会来找一个地方 来做一个设置 那目前是有600万的一个经费 已经在跟环保署来做一个争取当中 这个都是我们环管科目前跟市政部配合 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那今天我还是要跟我们来报告一下 我们除了刚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性别友善厕所 那性别友善厕所 为什么我们现在想要来争取这些 所谓的性别友善厕所 它之前的名称叫做无性别厕所 中性厕所或是家庭厕所 那主要的目的它是要给各种生理或心理性别 或者是家庭照顾者 它都可以安心使用 那有一些小朋友会带着爸爸妈妈 他因为性别不一样 然后他会去男厕女厕 然后这所谓的使用 他会觉得很尴尬 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讲 我们会往性别友善厕所的这一个部分 那来做一个争取 那亲子厕所当然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目标 那我们亲子厕所在早年 就是因为我们女性同胞 可能在我们的一个厕所 大家都在轮流在那边排队 那解决这个部分要解决 就是提高它的一个厕所的使用率 不用让我们的女性同胞在那边大排长龙 然后忍着这个不变的一个身体 在做一个观光 所以说在这一个我们性别友善 在四星大学就是2111年 在四星大学 这边就有来争取一个性别友善的一个厕所 然后现在中央跟地方政府都一直在鼓励 所以我们后续都会在做试用 那目前来讲 我们金融市有23座的一个性别厕所 然后还有相关的混合厕所 那我还是在这边还是建议说 我们大家在使用厕所的时候 都可以发挥公德心 让我们本市的这个干净家园 在厕所的一个服务上面 在生活可以大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环保局真的很用心 就是争取这个性别平等厕所 对不对 友善公共厕所 然后另外也争取了1200多万 要把我们的公厕再提升 那相信对金融的观光一定有很大的注意 那另外要再带大家来关心 就是我们的噪音问题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理科 环保局防止噪音污染 针对各项目其实有加强机场 有哪些呢 目前执行状况又是为何 好我们现在讲到噪音部分 其实噪音管制大概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标准跟行为 那当然噪音其实非常的困扰 最近新闻上媒体也有很多社区的部分 都有产生一些噪音 像你这样人敲的这样噪音 但这不是我们人 这不是我们环保局所管的部分 那我们管制的部分就是噪音 我们把它定义层就是超过 噪音管制标准 我们才视为噪音 但如果没有超过噪音管制标准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把它当作是噪音 但你可能还是会觉得很吵 那我们管制对象也包含了工厂 营建工程 营业场所等等 那以标准来做管制 第二个管制方式呢 就是针对行为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行为 制妨碍他人生活安全的话 这是我们管制的一个重点跟对象的部分 那这一次我们在 预计噪音管制法的第八条部分 我们有进行相关的一些公告 会针对于那个半章试听设备 跟高噪音的测量来做公告 那例如像半章试听设备的话 以前的管制是晚上11点到早上7点 是禁止使用的 除非你有试听歌唱业的一个阵照 像是好乐迪那些营业场所 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把它调整 可能到10点 晚上10点 到隔天早上的8点 也就是说 它各提前跟延后的一个小时 那限缩的两个小时 可以让民众回到家里头 比较不会受到相关的一些 邻居唱歌太吵之类的 卡拉OK的一些声音的一个部分 那这也包含了假日的12点到2点部分 所以这是第一个行为的管制 那行为管制就比较有效果 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第二个部分呢 会针对高噪音的车辆 那高噪音车辆我们就定义到就是 就是在微经主管机关噪音 或检验合格的一个排气管 如果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 那就会维养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怎样去认定呢 那我们就是由民众 或者我们有一些相关职法的警察人员 回去认定说 这是不是高噪音的车辆 然后会进行处分 那或者是说 我们要求这些测量 其实你就是要回去检测 就是你要去检测合格 那才能够行驶在道路上 那我们来分析一件事情 我这边有个图板 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近年来大家会觉得 测量的噪音会变得更严重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15年的一个 新旧级别的部分 会发生就是标准不一样 就是新测的标准被放宽 那也就是说在5到6期的一个合格测的时候 我们测到的一个标准是80 的平均值是83 事实上是比之前的82还多 那整个范围呢 也从13增加到16 就是范围变宽了 那在右边也有可以看到 就是不合格的一个车辆部分 你会发现它从原来的88分贝 那提升到91分贝 那这增加的是3分贝呢 大概就相当于1倍的一个能量 那这个能量就会让民众更显得更长 也就是说整个噪音的一个管制标准放宽的时候 整个民众他在选择一些改装管的部分的时候 他可以有更大的一个范围去做改装 那也会让这些噪音变得更高 所以这边在此呼吁就是希望 如果你选择一些相关的一些改装管的时候 希望不要把噪音变得更大声 希望大家都选择比较低噪音的一个管制 在在期程的时候也才不会产生一些高照应部分 造成别人的一个困扰 那这边在此呼吁 谢谢 是 而且我跟你说警方 现在其实都会在入口设置那个科技直发 其实如果你真的太大声呼啸 如果你马上一定会被抓下来 拦下来然后就罚钱了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帮自己审核包 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谈环境保育 环境保育 那为了让海洋生态的有序观念 能够往下扎根 有两个狮子会就联手了 在和平岛阿拉宝湾来进行淨 大太阳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人手一只夹子 最小淨灘的志工只有四岁 跟着大人一起捡食保特瓶 清理海岸 淨灘也热要来要玩吧 捡了差不多五六双鞋子了 国际狮子会300A2区 中北狮子会与长虹狮子会 两会联手 在和平岛阿拉宝湾 举办淨灘活动 大手牵小手 攜带家眷 总共80位会友共襄盛举 为海洋及环保尽一份心力 那主要我们就是希家带眷 然后其实是要做一个生教的生命教育 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淨灘的活动 然后也可以教育下一代 因为我们透过看到 原来我们这么漂亮的海滩 然后有这么这样看到这些垃圾 就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透过这个净化海滩教育 我们下一代说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生态 海洋的这个漂流物很多 让我们也尽一点社会的责任 来做这个为海洋尽一份力做这个社会服务 希望能够为环保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也为下一代做最好的生教 真的也就是海洋环境这一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的生态永续 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张科长 台湾四周都是海在干净家园的项目中 有关海岸线清洁管理维护 以及执行的工作 目前的状况又为何 是 我们基隆是一个海洋城市 那我们基隆的海岸线总共有12.8公里 那109年的时候我们行政院也有下班 下核定了一个叫做向海致敬的一个海岸清洁维护计划 那这一个计划它就是把所有的海岸线都要交给 所有的一个它的一个管理单位来做执行 那基隆是它目前就是有两个一个大区块 第一个就是国家风景管理区 就是北关处它就负责整个外幕山的一些相关的一个 海岸的一个清洁维护 那如果它是一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比如说它是经济部 它就会负责我们的这一个水利署核酸局 还有这个台电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管理 那渔港就是由渔业署来做一个负责 那军港跟商港当然就国防部 跟我们的一个港务公司来负责 那这一个部分每个地方都必须要有我们的一个管理单位来做一个清洁维护 那我们直接就来想一下我们在107年到108年 全国的有总共有1万多次的一个淨灘活动 大家都很热爱这一个海洋的一个生态 那大概有21万人来做一个参与 那我们环保局也在每年的这个春秋两季也会在这一个大五轮沙滩 跟我们的曹津公园来办理相关的一个淨灘 那这边有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个十大的这个我们的一个三选出来的一些废弃物 那烟蒂啊 保特瓶罐啊 吸管啊 或是说我们的塑胶瓶 塑胶杯 容器 这个都是我们民众人类自己的一个生活废弃物 所以说这个对于海洋的一个破坏真的是很大 所以在这边还是呼吁 还是加入我们的一个淨灘的行列 才会来了解说海洋被破坏的一个状况 大家一起共同来爱护我们的海洋 真的耶 就是要走路加入你才会知道我们的海洋 到底有多需要被我们保护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保的业务十分的繁杂 而且跟民众息息相关 我们就要请教理科 在低碳永续家园工作的项目 你们负责哪些呢 好 在低碳永续家园部分 其实我们最主要针对像是社区啊 旅游部分 来执行相关一些检碳的工作 当然这边也 它有分为是同级跟银级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我们去年度 基隆市政府也从同级的部分升级为银级 那最主要就是蓄积了很多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能量 特别是在里的一个部分 那社区的部分 就这边就讲的就是里的部分 它可能就从雨补满的设置来开始 收集雨水 那这些雨水就可以去种菜 做成像开心农园的部分 很多妈妈们都非常喜欢 特别是在菜收成的时候 就可以共同来享用这些美食 或者是说平食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老人共餐的部分的一个 食材的一个提供 等于就是在地的一个食物 那在社区或是家庭中的话 也会做一些设备捷冷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就选择像捷冷减碳 那你要看一些省电的一些标章 或省水标章的部分 那在冷气啊 厨师机 跟我们的照明的部分 都可以选择比较节能的一个设备来 减少你的电费的一个支出 那去年度的话 我们全市的话 在国中小的部分 也设置了相关的一个太阳冷板 那这些太阳冷板就可以来供给 像是学校或是台电来做相关的一个使用 那整体的一个设置率也达到 设置了16万千瓦的一个太阳冷板 那这样子的话算算起来的话 可以减少金融市的一个碳排放量 就有0.6% 算是相当的不错 对 可以看到我们的环保局很用心 在打造低碳永续家园 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另外要带大家来看 我也要让大家更珍惜水资源 金融市环保局特地发起了近溪的活动 而且是环保志工一起来 河川巡守队志工们分别在暖暖溪 左岸和右岸碱石垃圾以及废弃物 装带后由环保局清洁队车辆运走 金融市环保局特地发起近溪活动 号召全市河川巡守队志工们 一起到暖暖溪岸进行近溪活动 清除垃圾废弃物 维护干净的水质和周边环境 让暖暖更美丽 藉由大家的力量来保护 维护我们河川的一个环境 跟生态的环境 那让我们整理的环境保持干净 那我们的环境才能够永续 那在这个部分需要靠大家的努力 也需要就是说不管政府单位 民间单位共同结合 一起努力来完成这个环境的一个 整理的工作 这项活动也获得暖暖区议员们的 肯定和大力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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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有一个200初头年的胖土间 我想这个西式水库 是我们暖暖一直很骄傲的地方 那特别是今天来这么多的環保伙伴 能够来这里一起来帮我们整理 那那个清洁一起清洁我们的暖暖区 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那我想我们爱护我们环境的生态的好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 为了我们的环境 都希望你们 我们让我们的水资源 能够让我们每一个民众 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最好的品质 悠悠在这一个很漂亮的这个 从双生土地公庙 那一路到这个暖心公园 这个整个狼带 其实很适合大家 这个不管是早起运动 还是说下午 那个下班之后的休闲的活动 都很适合在这一段 那希望说可以把这个环境 把它变得更好 那大家一起来守护 環保局和议员们都非常感谢 河川选手队志工们无私的付出 跨区来帮忙清淨暖暖溪 维护水质以及河川生态和环境 真的也就是要大家一起来 这样我们的环境就会更美丽 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张科 如何用环保志工队以及民间人力的资源 来共同响应我们这个干净家园呢 干净家园如果只靠着我们公务单位的一个力量 绝对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基本是有69队的一个环保志工队 是在我们的一个周遭的一个村里跟社区来做相关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总共69队里面又有7独区有14队是最多的 中山区、中正区、仁爱区大部分都是7队到9队 那安乐区也有13队 那新一区跟暖暖区各自有6队 那还有一些部分区的像我们在基隆很有名的好马长跑 还有我们的红十字的一个鱼港救生队 都是我们的一个环保志工队 那目前我们总共有2400多人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退休的一个人士 还有一些家管的一个妈妈 他们的一些服务真的都让我们很感动 那平均年龄说实在也蛮多的 63岁 但是他们都是很热心 都是跟小朋友一样 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冲着去做 那53个里的里办公处 他也成立了一个环保志工队 那11个社区发展协会 都有在做各社区的一个巷道 来做一个清扫工作 那我们在统计我们去年111年1到11月份 每个月我们这些环保志工都已经都来服务情的一个时数 将近都2000小时以上 那一年整年度大概就是2179个小时 那他们的一个服务面向很多 包括了一个环境清洁 包括了一个公厕任养 他们也会在做协助我们学校 周边学校的一个花圃整理 还有办理一些资源回收的相关工作 对我们金融市的环保的一个付出真的是很大 那我们每年我们3月到5月 我们环保局都会来做一个招募 那这边是一个招募的一个资讯 如果我们比较好的这个有热忱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好民众 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招募 然后让我们来做一个培训 那这培训之后呢 我们会帮你媒介到我们各村里或者说 那个环境教育场所来做一个服务 那我们每年也会来做这个 所谓的一个对优秀队伍的选拔 来参加我们全国的一个叫做群英会 那群英会里面 群英会里面就有相关的一个 环保知识的一个分享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金头脑 或者说知识资源回收的分类网 这个我们在全国里面 我们金融市在网年的一些 都很多的项目都拿到特优 特优真的 我们都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环保资讯就是从这个活动 很欢乐的一个活动来做一个分享 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对环保资工队 这边无名的英雄来做很高的建议 那这边特别很多像七堵区 很多姚里长 富民里的吴里长 像中山区的这个陈信雄区长 他自己现在是调到新一区来做服务 他的iClean服务团队也是很强的 那各区各区都好多好多的一个里长 都是加入我们这一个团队来做服务 所以每次到了他们这一个里内 我们都感觉到特别的干净 有环保资工队在服务的村里 一定会特别的一个干净 我们很感谢这些志工队来做一个服务 那也补足了我们环保局 这边的一个能量的不足 那在这边我们持续来要求 就是说我们的企业行业 也会慢慢的来招募他们 来共同来响应我们相关的一些 环保干净家园的相关措施 我们目前有四大的联手超商 或者说一些麦当劳麦未登之的一些企业 我们目前正在努力的洽谈 相信在未来如果这些友善的环保企业 如果加入的话 我们金融市的一些环保的一个工作 会做得更好 那在这边还是提醒我们四名好朋友 我们市府跟民间企业 或是说我们的环保资工队 都已经投入那么多的薪血 来守护我们的一个家园 那执行相关的一个整洁静明的相关的一个打扫工作 真的不要再为了个人的一个私欲 贪图方便 那丢垃圾丢烟地 像刚所谓的破坏一些公厕的一个设施 说真的真的是很不好 那我们局内真的已经 已经投入相关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执法 提高相关的一个罚金 希望四名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努力 是 刚刚说到有人乱丢垃圾 要带大家来看看有人乱丢家具 马上科技执法罚6000 监视器拍下穿着橘色上一男子 推着半公椅一路往前走 还以为他在搬家 没想到下一个画面揭晓 男子直接把半公椅丢在路边 人就这样走掉 民众把大型家具放在路边 不是随便丢着就可以不管 必须打电话到环保局 再放到指定的地点 不管家具有没有完整 都不需要提前拆解 上面写着编号已经通知环保局 时间一到环保局就会来回收 那蛮方便 那我们用不用搬 你来我们要搬 不知道要搬 那我们也不知道 你还要搬 但是我们还不可以 方便啊 方便这些百姓啊 对对 一通而已就直接说好 没有说拖延时间或者什么都没有 如果有挡到车子啊 或是人的 那个行人的那个也不好 那尽量就是晚上九点以后搬出来 我们隔天早上就会清运 我们呼应民众 第一要提早申请登记 那第二要希望照我们的区队部的排定时间 跟地点将您家中的大型会具拿出来 那不要随意乱丢 这样的服务其实很方便 但就是少数民众看到其他人丢家具 干脆没有预约也直接跟着丢 那相对的那些旧的家具 譬如说这个桌子啊椅子啊 这个躺荒床 还有一些重合柜衣柜等等 就丢出来 那这个因为它是属于大型垃圾 不能丢到垃圾车 所以它必须向环保局申请登记 那我们环保局可以用电话来预约 这是比较简便的方法 那因为快接近过年的时候 这个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呼吁市民能够提早 打电话来预约登记 那我们一区队部的话 它是包含我们仁爱区 七土区暖暖区 那电话可以打24312589来预约 中山安乐信义 还有中正的话要打24666863 这是二区队的电话 那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除了星期三跟星期日 是我们同仁休息外 那其他的另外五天 我们都有收运大型会起雾 一般大型家具预约好 环保局就会要求民众 晚上九点之后 将大型家具放到指定的地点 环保局隔天一早六点 就会来回收 真的大型家具不要乱丢 一定要打电话 跟我们的清洁队 跟我们的环保局报备一下 然后他们会指定地点再来丢 不然真的会被罚钱 那说到这个搬这个垃圾大型家具 我就觉得环保局清洁队员人的 体力一定要过人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判队长 今年是不是会交考呢 是的 那刚才各位观众朋友 有看到电视机前面 我们的清洁队员搬应大型会起雾 这一类的属于比较需要 身强体壮的 还能够吃苦耐老的队员来做的 那相对的 我们的队员的工作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现在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 还是很喜欢来 来考我们的清洁队员 那我们在108年有考了 80位清洁队员 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如果说对我们的清洁队员 召考有兴趣的 我们预计在今年的7、8月间 我们还是会召考80位的清洁队员 那另外还有25位的驾驶人员 就是开垃圾车的 所以有些市民朋友 如果说你平常有在开一些货柜车 或者是客运车 你有大货车以上的驾照 那你对将来开垃圾车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来报考我们的清洁队员或驾驶 那这个我们今年的招考清洁队员 我们这里有做一些简单的资料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今年招考储备清洁队员大概80名 那历年来招考大概都是一千 一千两百名以上来报名 那录取率大概5至7%之间 那竞争也相当的激烈 那他的报考资格也是相当的简单 就是说我们报名起算前四个月 要涉及在基隆寺的中华国民 中国国民 那性别是不拘 所以说男女都是可以的 那学历主要最基本的国小以上学校 毕业 那而且要具有汽机车的驾照 其中之一都可以来参加报名 那我们报考要求的条件 还有他的流程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是分成两阶段的一个招考 那队员的话 第一阶段我们是考体能 大家以前在电视上或许都有看到 我们要背沙包 那这个负重要进行30公尺折缓来回 大概说一种共是60公尺 那男生的话是背20公斤的沙包 那女生是背10公斤的沙包 比较优呆一点 那第二阶段我们是考这个环保尝试 是占百分比25% 那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环保提供 放在环保局的网站 供各位这个报名的人员来阅读 那再来我要讲说这个报考驾驶的一些资格 还有他的流程 那驾驶我们今年是考25名 我们也是前两年才考过驾驶 那现在驾驶又出缺了 那他的报名条件呢 一般也是涉及4个月以上 性别不拘 那学历最少要有国小以上 那特殊条件呢 那你要有持有职业大货车 是职业大货车不是自用大货车 以上的驾驶执照 所以说连结车 后柜车 这个客车都可以 那最少要有一年以上的职业大货车的驾驶经验 那而且没有重大违规的记录 那驾驶的考试就稍微有点复杂 它分成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它的占比是30% 那第二个阶段我们就是要考入考 才能看出你这位驾驶的人员 他是不是真的会开车 而且开得好 那我们入考占比是50% 那考的项目有包含跟你一般去考 你的这个货车驾照的一个 这个入考是差不多的 譬如说路边停车啦 曲线掉头啦 或到车路库等等 这些 那第三阶段 我们看你的证照或经验 这个占比是15%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比较高阶的证照 或你开车开了越多年 当然你这个 这一步的分数相对的会比较高一点 那第四阶段是面试 占5% 这样子 所以说希望对我们環保局工作 有兴趣的我们市民朋友 可以利用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有空的时候来练练背背沙包啦 或者我们开车的这个 我们的市民朋友也可以回下驾训班 因为有些技巧 不是说我们这个很熟悉 很会开车的人就会注意得到 有些驾驶的礼节啊 动作啊 这可能都会算入我们考试成绩里面来的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兴趣的民众一定要把握机会 现在赶快练体能 那说到这个环境保护的东西 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看低碳加园 我们的电动车推广就很重要 来看看我们有第一个社区进驻的免费 有没有免费我不晓得 就是有一个快充停车位 进驻社区的一个活动 一块来看看 使用照着这个插孔插下去 之后透过我们的手机APP 现在已经开始在充电 然后我们的那个车子的电力大概是35%左右 然后这个就是车子的那个电压跟电源 然后我们这APP的话 就会显示现在的充电场名称 跟充电站的位置 电动车这个市场 在中华民国的政策2040年 油车转电车的这个前期 那现在整个政策都朝这个电车在走 绝能简单的方向 那原则上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 其实在今年底 已经达到3万辆的电动车 我们看每年大概都会倍数的成长 那以基隆市来说基本上基隆的这个族群 稍微偏年轻年长 那我们也像深信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看到潜在成长的这个趋势 那现在电动车的渗透比率呢 还算是个位数 那在未来这10年 我们相信会有复制的成长 所以在我们看来 基隆市是非常大的潜力的市场 充电桩充电车是以后 社会的需求量一定特别大 而且那是趋势 那如果现在第一特长不装 以后要装要花很多钱 刚好厂商有这个意愿 来共同创造三营 所以我们提供场地 请业者来协助 对我们社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我们基隆主要这个是做 这个集业市住宅的示范点 那在未来来看的话 我们会继续在基隆市的集业市住宅 建构像这样的充电服务 除了这个之外 在卖场消费人口集中的地方 我们都会建构这样的充电服务的战场 我们就要看到这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这要环保节能 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理科 未来在电动机车的补助 有哪些方面 我们知道像电动机车 其实它有两个特性 一个就是低噪音部分 所以它可以解决 像是像高噪音车辆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 它其实基本上 它在市区等于是零排放的部分 所以对空的改善也非常有帮助 所以各个县市的环保局 都会有相关推动的一个补助的部分 像基隆市针对新购电动机车的话 就补助四千块钱 那又加上中央的补助七千 还有环保署钛旧换新的一个补助 也有四千三百元 都有相关的一些补助 所以加起来快一万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甚至在基隆部分 也针对二行程的一个钛旧的部分 有特别的加码 所以看到二行程机车的话 可以优先来选择 就是钛旧换购电动机车的部分 那在基隆市的话 其实我们担心的像什么电动机车 可能比较怕充电的问题 或是换电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都会协助业者 或是这个里的部分 来找适当的地点来设置 像暖暖区的话 在去年前的时候 都有设置两个一个换电的一个地点 可以来供民众的一个使用 未来部分 我们在供有的一个停车场 事实上基隆目前 也有一些充电的一些装的设备 可以供电动汽车的一个使用 不过在未来 公有停车场部分 我们也会广设像充电的一个设备部分 那这一点的话 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永续家人的一个 推动的部分 有跟我们的师傅单位来做协谈 那看是在公有停车场可以设置这些 甚至能够让共享应聚的部分 都可以进入公有停车场 那民众有多亿种交通的一种选择 除了自己拥有车辆来做行驶的话 也可以透过公享运区 禁令旅生活的一个方式 以使用来代替拥有来执行 对 刚刚其实有说到免费充电这件事情 其实基隆有对不对 对 像基隆的各定检站部分 其实都有提供电动机车免费充电部分 目前有30座的一个电动机车充电设备 是 所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洽询环保局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带大家来看见环保局的努力 一起打造干净家园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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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